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伟华大师收藏 网红玉器第342集 也就是第342集 今天接续的话题 这一系列的单元 给各位介绍 秦国的玉器 说过了 秦国的玉器 对 就是秦始皇 那个年代 或者他的副祖辈的时期 的玉器 真正 秦国 是从西周开始就有 但他真正建国 成为诸侯国 那要到了周平王东迁 被分为正式的诸侯王国 在以前 充其量只是一个秦大夫而已 但是 西部的半壁 都是在他的什么 尸体范围之内 所以他的建国之初 那个文化 就已经在形成 他经过了岁月 点点滴滴的涵养 壮大自己 军事 大家都知道 秦国能打仗 新北地方的 有汉族的文化学员 又有犬戎的 有牧民族的飘汉 相融在一起 一直到现在 西北地区的民风都飘汉 民风都飘汉 这个时候你看个皮影戏 音乐就是最容易表达的 你看那个 我们吹笛子 我吹那个帮笛 那都是西北地区的 河南帮子 或者皮影戏里面 又挤 你看演那个皮影戏 那部戏演得很好 那个男主角 西北地方的 那个戏曲的精神 那种刚毅的那种精神 刚烈的 刚猛的性格 展现无益 所以西北军能够打仗 七十黄 所以它能够统一东六国 是有它的原因 可是我们今天不谈它的军事 但是也谈一点它的有关 它的兵器 兵器发达 所以七十黄时代的冷兵器 是当时全 经常说 地球表面最强壮的男人 现在公认是UFC 格斗的重量级冠军 骨头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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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表上最强的部队 对不起 不是骨头马 而是大清王朝 哪怕它入地下之后 地下的兵马俑 现在也列为世界的奇景之一 所以兵马俑强悍 它用的兵器当然是更重要 而且兵器里面有象征的 周武王伐咒的那个时候的 用的那个兵器 所谓的黄颜色的玉 大玉 黄色的大玉 秦始皇的 三十五代以上的这个什么 祖先 商周王 还有商周王旁边那几个辅佐的重臣 匪连 二来对 二来 秦始皇就是二来的 就是 商代的重臣 二来的第三十五四孙 还有一个什么 废众 以及消瘦 用的就是黄色的玉 我们今天这黄色的玉 虽然玉器做的 它是礼仪用器 但它象征的那种什么 最高的这种什么 军事的威权 也是象征最高的政治的权力 的代表 这个玉 奠定的这个玉 在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地位 当然之前就有 在新十纪时代 石头座的玉 石头座的符 也都有 还石头座的笨 就是铲子 但正式定制 就在周五王 激发 罚 九十肉林的商咒 那一刻被历史记录下来 就成了一个时间胶囊 看到这个月 就知道这是一个权力的代表 好 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月 这个月之前我也讲过了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一面 这个配 这个大的配 它叫做什么名称呢 我先给各位定一下 它这个同一个年代的配 它虽然是育种不同 虽然造型略异 但它还有它的什么 相同之处 跟它有相依之处 那乍看它的形状有点像 乍看它的形状有点像 不过这个是已经经过了收敛 这已经经过了文化的洗礼 这已经经过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大的配 跟人能够随身而行 名称定一下 秦 和田白玉黄庆 很好的和田白玉 钢板料 秦和田白玉黄庆 楼空雕 楼空雕 云雷 人龙 什么叫人龙 中间正是个人 中间正是个人 一个人的头 一个神人一样 神人像半人半兽 神人像 云雷是讲他身上磕的阴磕蟹 云雷 方方的云文我们叫做云雷文 云雷文 取之于什么 商周的青铜器 商周的青铜器 商周的青铜器的地址都是云雷 这是云雷 方的云文叫做云雷文 云雷 人龙文 我把它称之为射行佩 我再会解释 射行佩 射是什么射 射箭的射 大概手上古代班子 后来青铜器的班子 最早在商代以前称之为射 射 射戒用 也代表的是一种成年礼 一个男人成年礼 成年礼有两个器物 玉器之中 或者石器之中 或者古器都可以 以玉器作为礼器的代表 有两样东西男人成年礼要带 我们从诗经的角度看 一个就是这个射 它把它扁平化 原来是3D立体的 戴在手上的大班子 射箭用的 保护手的 一个射 一个是 射射射射射射像个针 放大的板的针 干什么 解绳子用 解绳子就叫做 古人结绳子 解绳子就代表解决事情的能力 就代表一种绝 也代表一种决断力 这两个人是男人成年礼必配的 不是我刘大师一个人说 我们引述的诗经的话 完蓝之叶 完蓝是一种树 它的叶子呢 就很像那个舍的形状 完蓝之叶 同子配舍 虽则配舍 能不误我假 荣兮随兮垂带济兮 再讲一遍 原文 这个原文 这很有意思 这很好背 没有多少个字 完蓝之叶 同子配舍 虽则配舍 能不误我假 荣兮随兮垂带济兮 很平民化 所以它能够 什么 传世 三千年 它还可以再传个三千年 没有问题 再三千年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 很清明 好 完蓝之叶 同子朋友 我讲的 那种树叶就像色的形状 很像 童子配舍 为什么要配舍 成年里啊 你看外国我们看那个北极那个片子 艾斯基默人 他的国王的儿子 他也要经过冬天 一个冬天自我放逐啊 到荒郊野外去 跟狼群为伍 然后就去狩猎自己孤独的生活 要走那么一大圈最困难的北极的暴风雪 经历了那个一年办展之后 再回到春暖花开 当然那边北极没有春暖花开了 就再回到自己的故居地 你就可以接任这个王位 否则的话 即便是酋长 国王的儿子你也接不到这个王位 接不到这个酋长的位子 我们都看过这样的电影 就成年里 每个地方成年 有的地方是这样 从高的树上往下跳 或者说很高的悬崖要往下跳水 他都有一个考验 我们中国人的考验比较文雅 就叫你什么 成年里之后 让你配西配色 西我们现在姑且不讲 玩了之之同子配西 玩了之夜同子配色 虽则配色能不我讲 荣西垂西垂带即兴 是什么意思 甲 这个是一个甲乙饼的甲 再加一个犬字步 那是亲密的意思 但那女生她跟她亲妹竹马 你就算穿着这个圣服 圣装 配的西配的男人的这个 这个配的西配的色 成年里 而且还带着什么 还带着刀 带着玉 等于说全身大礼服了 我们那个军装 有军便服 平常活动用的 有操作服 操作服 比如说打野外的时候 或者迷彩装 操作服 打仗的时候打野外 还有什么 军便服也讲过 平常生活上下班 还有一个大礼服 大礼服就是勋章啊 挖章啊 散章啊什么什么的 国光勋章啊 今天白日勋章啊 全部配挂在身上 那叫做大礼服 童子配西就是一个大礼服 就是 完兰之夜童子配色 衰着配色 能不我讲 荣兮垂兮就是 全身推挂的都是勋章 挂在身上的玉 像我们挂在身上的玉 还有什么 配的妖刀 荣兮随随随 垂带积积 垂带积积就拽得很啊 这个人的 那个 这个 就是东北化 有 我们家有一点东北的血统 我们是主级是河北 老家长辈都住在北京 茅霞湾 那茅霞湾的住户 绝大多数的都来不至于东北 我也搞不清楚 我们跟北京跟东北之间的关系 东北人有一句话 我们家里面有一半的时间 讲的是北京话 一半的话讲的是东北 得索我听得懂 得索 这个人 你吃了几天饱饭的时候得索 或者你收了几件的古董之后 那个拽得不得了吗 得索 最近我最近自己推出一个股东网站 我插个话 那个股东网站什么博士 什么什么版主什么 每一个人PO的东西 他都给你来了那么两句 你说真的到位的指教 大家都虚心接受 而且大家相互能够 一幅天兵 那个话 幼稚的不得了 而且怎么讲 用的那个文字 那个文词是不通顺的 我发觉 精神有益 我赶快就撤出来 我就觉得我们玩古董 玩古玩 或者玩古语 我们 不要说秩序多高级了 不是秩序波台铭 不是秩序曹新城 但最起码要有个格调 一天到晚在那针那假 一天到晚在那边染色 一天到晚在那边造假 你再把格调 这个网站就可想而成 不是说不能谈 但是你要真正的 你可以有个门槛 你可以有个门 那个罪 不能一天到晚 我们生活就是这样的 你不能一天围绕在 一些所所碎碎的那些小事情上面 人要有宏大的一个目标 有一个理想 或者人生活的时候 要有个文化 或者要有个艺术 艺术也好 文化也好 来自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你不要一天搞得这么low 还至于挂那个博士 又没有经过验证的这种博士 龟齿烂淡 写那个文章狗屁噗通的 一下天一下地 就是比刘宝洁 那个叫什么 谈那个外星人 比刘宝洁还刘宝洁 我赶快退出了 我说什么 受到污染 不是我自己受到污染 怕读者受到污染 我是不会 所以我就顺 所以像这种欲 这种欲我们根本 鉴定上我们点到几句就好了 那银的量你这样看 我现在银的量这样看 它旁边的这个切割 线切割的那种 一棱一棱的痕迹 你现在的电动工具 就做不到 光讲这一点就够了 这深入胎骨的这种沁舍 这种钢板料 它上面 它的造型跟它的这种纹饰 我们重点是要讲出 那个大时代的那个预计 那秦代秦国的预计 因为没有人讲这一块 讲也是一零半爪的 一闪即过 不敢停留 我们就停留在这边 我不太想讲一集 后来也不是讲两集 干脆把话 讲个十集二十集 我把我手边能够 找得到的东西 跟秦国有关的 我都跟各位 大大方方的分享 当然有对有不对的地方 古懂古懂古人才懂 但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探索 所以你一定要去探索 要去面对它这一块 而且我们这个年纪 玩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古语 我们不讲到时候谁来讲 对不对 读了一天半 读了什么学位 哪怕你读到博士也好 你没有这种实战经验还是不行 或者自己没有收藏经验也不行 你一天到在博物馆里面是很厉害 它就更于它那一块 石骨要画 博览群书 然后要能够融会关头 好 我们今天讲 它这样的一个文士 我为什么把这个月要拿出来呢 我想到 你看这中间的这个神人文 跟这个很神式 没有完全一样了 有个六七成的像 可是它们神运是一致 所以我想到了 这个都是属于 为什么 这一件没有人把它定位成色 一般的色的形状 这是拍卖公司拍卖的那个形状 尖尖的 一个盾牌状 中间有个孔 有的还有什么 粗壳 把他们雕龙雕缝 很豪华的 像那个张伟华先生的拍卖 白手套 每一件都拍掉 那个没什么稀奇 那是传统的事 我今天拿出来一件不一样的事 而且人辨识不出来 我们玩了将近半个世纪的 与我们辨识的出来 这个说明就是秦国玉器的特征之一 它是又带有乐的这种形式 是不是乐 这是乐 就是周武王激发在露台 对商纣王销首示纣的黄玉 我们这个是礼器 礼宾器 然后再跟着造 第一个造型上 是一致的 有它的这种一致性 第二个 五人物上 人物尤其是神士 这中间的这个神员 我不想各位能不能看得清楚 当然看不清楚 你找我以前的那个 有PO的上课 这一件上课讲过 有旧的照片 那这一件是新讲 新讲 当然各位可以注意看 第一个看它的造型 有那么一点点味道 但不能说像 那像呢就copy了 就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味道 重点是造型 再加上中间的那个纹是 镂公雕的那个神人纹 就是非常的像像 神 看它的神韵 你看它的神韵 就有那种味道 从它的造型 到它的纹饰 从它的纹饰到它的造型 它们两者就有相关的一些 虽然 玉的种类不一样 玉种不同 它的功能不同 但是它在不同之中 相亦之中 有见起什么 相同性 它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我刚才讲的 这个古人配膝配色 这男子成年礼 那是一个礼 那是一种礼 而且是很有象征性 很有代表性 一直传到现在 成年礼 现在讲的叫成年礼 现在成年礼 都是有一点 那个 就变得嘻笑怒骂了 或者是 那个 未成年的 没有结婚的男生的聚会 或者出去泛舟 或者出去 挖水 做一些什么 现在我们有个同学 得到老人组的泛舟 龙舟山 世界级的锦标第三名 我们那个 周汉敏 周同学 可见我们同学里面 还是很人才辈出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样的一个纹饰 这样的一个造型 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 那我为什么称它为射呢 射 我有真正的射套到手上 那个预班子 那个射 那个造型 它慢慢演变成 把3D立体演变成了什么 平面 3D变成2D 这就叫做什么 射型配 有的称为基心配 这当时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礼仪的代表 礼仪的代表 而且跟各位讲 它隐藏的一个什么 隐藏的一个勾心斗角的关系 什么叫做勾心斗角的 相传 人 神 助于心 你心脏最近的这个配 射型配 它可以把 助于心的这个神 可以什么 藏在这个射之中 藏在这个射之中呢 防止 外人 对我的一种 诅咒 外人对我一个施法 瞎骨 对我不利 这是精神层次的 文化层次 所以 最早我们都认为 只有在楚文化的移序 到了西汉时期的 刘邦他们是来自于楚地 所以延续了这样的习惯 没想到远在西北地区 也有这样的习惯 这是我们的一个 第二个人龙文 人龙文 我们本家 一览众三小 那个 蓝山那种 他叫刘承志 吧 我不认识他 一个瘦瘦的 事业有成之后 他走收集 收藏的路 一副大家风范 瘦瘦很精明 看起来有曹星成年轻版的那个影子 我说 期许他将来是世界的百大收藏家 他也讲这样的话 跟我类似的话 秦国的人龙文的玉佩 显现出来秦文化的问鼎天下 秦国的君王问鼎天下 不是君王呢 这怎么称之为诸侯 他由秦大夫而生到了诸侯 是在周平王时代 他最后有问鼎天下的野心的时候 不像楚庄王问鼎天下 被骂的臭头 结果也没得到 楚随三户 王前必处 我们从小背着说 亡了没有 没有亡 没有亡 结果是他的周边的文化的延续的 什么 刘邦这些人 他秦国王的 好 那我另外再说 就是说 他的人龙文就彰显出来 他 他的这个什么 军权神兽 他的 继 西周 东周王室之后 他取而代之 大家夫 取而代之 的那种野心 建筑与玉器的文化 而且我之前也讲过 秦国 水德 秦始皇包括他的副祖辈 都是以水为德 这是根据周延 战国时期的 阴阳家的笔祖 周延 写的一本 武德宗史说 西周是火德 经过了 秦始皇那水德 把火扑灭了 我们的玉佩也展现出来 那个后裔摄日 也是隐摄 要把前面的王朝给close掉 我取而代之 他也喜欢金 喜欢方形的东西 代表金 他是金跟水 金水相生 金洞生水 对他的王国是有利的 所以他的艺术表现在金 最大的金是 The Great War 就是万里长城 从月球表面就看得到 唯一的一个建筑物 就是万里长城 陈朵士的建筑 对不起 那个就是金 那就是地球表面上最大的一个金 深入大秦王朝 金水相 水是圆 金是方 所以他方圆之间的变化 就构成他的玉雕上面 主要的造型跟他的文字 但是你不能捏死 不能说他其他地方就没有 他能够什么 以这两者为做主轴 为做他那个核心的价值 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 碰巧不巧的 商代的是什么 武德宗使说 商代是商金 所以商代的金就来生他 秦始皇的三十五世主 就是二来 就是一起 就是一起 跟商周王 被黄越 消首示众 匪列 匪列 二来跟废众 是围在 商周王旁边的三个众臣 国之众臣 所以秦始皇灭了州 也等于说是什么 帮他的先祖 报了这一箭之仇 不共戴天之仇 所以在历史 你要多了解一下 冥冥之东说不定是巧合 说不定是自有安排 商代的金就来生秦代的水 隔代相生 所以把西州的火给灭掉了 就是秦 就是打秦 统一六国 之后建立了什么 大一统的 书同文 车同鬼 而且在玉其省 我们能够见其端宁 方圆之间 他的表现出来的 我们要辨识一件 射行配 最重要是要看那个盾牌 要看那个盾牌 有没有盾牌状 在下面尖尖的这个 神人的胡须 那就是一个盾牌的形状 那盾牌的形状 那就可以藏住神 心神能够藏住的地方 换句话说 他就能够什么 我们外部 外形上的这种 外在的抵御外物 我们心中的心防 就是射行配 他能够 他能够 我们讲的 能够 让我们 能够 就是什么 能够脱胎换骨 能够多一个什么 心灵上的寄托 多了一个心灵上的保佑 就来自于这种射行配 而且重要是盾牌的形状 之后我还会介绍一件 实无前例 举世 古往进来最大的一件 是 我不叫射行配 因为太大了 没办法配 真正的什么 预设 而且是最大的预设 做理器之用的预设 那也是我大胆假设 让我们 精彩可奇 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 好 赶快给各位 再照一下 有的人就说我讲的话 有时候 要配合的动作 给各位看一看 我就不特别去转动它了 好了 这两面雕都一样 正面我还特别讲一下 正面是一面特殊的地方 它可能是 虎头蛇尾 为什么虎头蛇尾 它的四面 按照前面左右 两个龙身上的纹饰 都是那个方的云雷纹 方的云雷纹 它都是用什么 宽阴线 构成 但有一面 它只用单音箭 换成它 只勾描到底 它还没有正式的往下挖 那个是 这个箭 这不是一个粗工 这么精细的 这是王一级的这种用品 配预 这是王属于王级的御 王御 这也是王御 王级的御 怎么会有这种疏漏 不可能 因为执行的人一定会被杀头 不可能 一定在一种特殊的状态 或者是交战状态 或者是紧急状态 之下 产生 所以 这一面 它非常有它的故事性 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们也不能把它讲死 但是我能够把问题给它点出来 油黄油黄的 看起来一种充满了那种皇旗 皇旗 皇家的气息 始皇帝是第一个皇帝 这一件 预配上 这一件 色形配上 能够展现出来秦国文化的特殊性 跟秦国文化甚至于它的唯一性 也展现出来它的价值 方圆之间 云雷纹是方的 很少用 在古文的预计上 多半都是用的是什么 卷云纹 或者是什么 卧蚕纹 或者现在讲的 电话宫 电话文 都是圆虎状 像这种方能方能的 只有 最多建筑是什么 商大预计 商 不是 金德 金 就是喜欢方 那秦国的水德是圆 但他也喜欢方 方是来生住我的 叫做生气 更有逼 同 五星相同 为之旺 五星相生 为之生 我们讲生旺 常讲生旺 生是排在第一 所以 今天 我想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继续这个单元下去 精彩客气 我们卖的心继续看下去 好 谢谢各位